说话的功夫,这边的路员和护士们已经将三张桌子连在一起横着摆了一排,血压计,手电筒,还有一些简单的器械都放在桌上。 我这就广播通知大家过来,你们先休息会儿,小丁,快给大家都倒上水。 陈向阳叮嘱完,就转身向广播室走去,不一会儿,村里的大喇叭就响起, 各位乡亲们,县医院派医生来咱们村免费给大家做体检,谁家有不舒服的,就到村里的晒卖场排队,像去年一样遵守秩序。 广播连着拨了三遍,停了下来,路员坐下,才喝了两口水,村里的人们就成群结队地过来了。 进村的时候还没看到几个人,这会儿被广播一喊,都出来了。 平日里,大家有个头疼脑热的,都是能扛就扛过去,毕竟去医院不是谁都能去得起的,这会儿,既然有免费的医生看病,大家自然都聚了过来。 大家分开体检,三名护士测血压,我来看五官,陈医生看外科,陆远和丁明负责记录。 刘医生分配好大家各自的任务,乡亲们在村支书和几名干部的引导下排成了五队,每位医护人员面前都是长长的队伍。 大家常年干活,平日里为了省油,都是吃咸菜。 这血压测量下来,许多五十多岁左右的大爷大娘都是高血压。 护士手边放着去年的统计表。 去年村里体检了三百三十人,有五十多名高血压,这会儿先收集资料,等回去再和去年的资料进行对比,看看去年的五十多名高血压患者,血压的变化,以及新增的患者。 大爷,你的血压高,不要吃太咸的,去县医院开点姜牙药。 小赵护士好心地说道,哪有钱去吃药呀,这平时就是头晕,不碍事,不碍事。 大爷说完,就站起来继续排队看五官去了。 小赵护士只能苦笑,这种情况太多了,明知道有病,也没钱去治疗,大环境就是这样,他们下乡一诊,也只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疾病,平常在生活中注意一些。 大娘,你这白内障要早点去医院做个系统的检查,再做治疗,不然再拖下去,眼睛就要看不见了。 刘医生拿着手电筒,正在给一位大娘做五官的检查。 那要多少钱呀? 大娘犹豫了一下,开口问道,这个需要做了具体的检查才能知道,不过大概价位也就是一百多块钱。 刘医生思索了下,回答道, 拿我这条命都换不来一百多块钱,我都这把岁数了,看不见就看不见吧。 大娘站起来,拄着拐杖,连外科体检都不再做了,摇摇晃晃地走了。 刘医生低头看了眼资料,叹了口气,王春花,六十八岁,人活七十股来兮,如今的医疗水平也算是长寿了。 陆元在旁边登记资料,随着一个又一个病人的离开,心中仿佛被压了一块大石头。 在医院,他也见过了不少生离死别,但是却没有这会儿坐在这里这么心情复杂。 陆元从小生活环境优越,又生活在大城市里,那里人们的生活情况都相对好些,他第一次面对这么多没钱看病的人,而且这样明明都是一些可以治疗的疾病,也都是小病,最后就为这百八块钱偏偏拖累成了大毛病。 记下来没有啊,陆元,陆元,刘医生看到陆元在发呆,轻拍陆元的手臂。 啊,陆元这会儿回过神来,记一下,应五寸周壮,面部神经痛,赶紧去医院治疗,你这个符合减免条件,花不了几个钱。 刘医生重复说了一遍,下乡一诊查出来的疾病,前去医院治疗,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减免。 你早点去医院,这面部神经痛可是厉害得很,你还能忍上这十几天。 刘医生嘖嘖道,他也真是佩服,一直以为是牙疼呢,想着扛几天就过去了。 周壮捂住脸,说话都抽冷气。 那大夫这减免后还得花多少钱啊? 周壮媳妇在一边轻声问道,二三十块钱以内就可以了。 刘医生回道,当家的,咱们这会儿就去医院。 周壮媳妇一听,想了想后就拉了拉周壮。 算了,这疼我还能撑得住,先不去了,过两天再说。 周壮反而犹豫了。 周兄弟,这个必须要治疗,不然是扛不过去的,你还是尽早去吧。 刘医生开口说道,行,行,行,我们随后去。 周壮拉了下媳妇的手,歪着嘴离开了。 不过,看这个样子,估计是不会去的。 陆远的脸色开始有些苍白了。 陆远,你这还年轻,看到这些,难免心中会有一些难受。 这没办法,我们做医生的,只能给病人看病。 其余的,我们也没有办法。 刘医生轻声劝陆远。 有病没药治是天灾,可是有病没前治,那就是人祸了。 看看这些人,全部都是因为钱而放弃治疗,我就是觉得难受。 陆远忍不住说道,等以后你会见得更多。 刘医生低声嘟囔一句之后,又开始给下一个相亲做检查。 你这脚上的水泡可是挺严重的,怎么弄的? 烫的。 旁边陈医生与医生的对话,引起了陆远的注意。 看样子怎么像是烧上的。 陈医生拿着青窗包,一边青窗一边问道。 我这是烫上的,被烧开的水烫到了。 陈庆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个不停,看他不敢看陈医生一眼,一看就是说谎话了。 陈庆也是郁闷,他撒油的时候,不小心几滴滴到了脚背上,结果一引火,火就烧到了他的脚背上。 因为有油,所以没能及时扑灭,烧得他也疼了好几天了。 陆远瞥了一眼他的伤口,虽说烫伤和烧伤都属于热力的损伤,伤口也都差不多,但是对于医生来讲,还是有区别的。 烫伤的话,是高温从外面烫到,形成大面积的伤痕,看起来吓人,但是并不深。 烧伤却是在针皮上燃烧,烧伤面积不仅大,而且很深。